保理庭回復無留中心 这几年以来 为我经营的生活不好 今后很苦因为 欠口为何管理 已经完全便宜 成为保理庭最大的忙 现在保理庭公所 是这一集来尽出台湾 当时也尽求中佣 以及三业界主管协作 希望可以中心搭造 回復中心 可以再次成为保理庭的任务经典 为了保理若是回復无留中心 为何欠想经营失败贴利益后 无人管理为何 经过经常是乱操操 变成保理庭来最大的忙 顶公所经厨台湾 结果结合在地三业界 跟政府的主管 搭造成为保理庭的丁南中心 将来这里可以发展成为 我们的农产品的展示 展售中心 以及我们的农产品的加工 下去带动我们的观光三业 包括可以做一个小巿帽 基本上就是在这一年 并不会有做设施不用 把这个压力放到普理庄公所 而是由农粮署跟普理庄公所来合作 那我们来摸索这里的经营模式 来规划这个地方的花艺附赠 那一旦这个设施能够调整完成 那我们也希望在年底 可以有相关的这个盆花活动的展售 农委会职报同意由丁公所接手 也愿意先投入经费和主委协助 希望先透过丁南的基盘 将丁南中心的光年建立起来 那我们是希望可以在普理这个地方 可以建构一个产跟销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我们针对生产者 生产农场 我们来做一些新品种种苗的展示展览 那针对一般的消费者 我们来介绍普理这边的花卉 单纯的产品的行销 而没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或是说一个特色进来的话 我想它要运作上的确是有困难 那我们现在的想法是 透过展览 透过这个吸引产业来运作 不是只有公共部门投入资源 而是同样有产业有私人来投入 共同来运作 农委会邀请专家前来跟地方进行讨论 提供可行的建议做法 我们的问题是出在 每一个人都有心想要把自己的地方做好 可是每一个人的能量却聚集不在 像如果是各自的发生 可能就是互相的消长 只要有一个新形态的平台出现 我觉得地方的串联很快就可以发生 一下子的凝聚力就会被看见 顶着了之下之出 初期中会先改善整体的环境 已经年底基板全国分配电纜 人后再来几月未来经营发电红检 绝部推动会费物流中心 成为保理人减股散业 和休省观光光明的电纜中心 接着王家先彩虹报道